台股今天大跌 未来走势引起关注 财经专家谢金合就表示 未来怎么走没有标准答案 二月股市荣景是资金回流所带动的 未来要大涨得靠外资 他也呼吁政府要把握资金回流的当下 尤其五月税改能否成功将是关键 大概台湾跑到外面去的钱 突然之间都跑回来 所以我们的股票市场教育量 经常跑到一千多余 台湾闷了很久的经济终于见到曙光 财经专家谢金合出席论坛活动 表示台湾失业率15个月最低 景气指标连续7个绿灯 台股量从二月开始资金大幅回龙 如今流入速度开始放慢 台股动向得看外资买不买单 台币如果说继续在升值 股价上涨距离大 最近我们在农历年过后 很多的资金回流台湾 现在这个资金已经慢慢速度变慢了 所以如果在没有新资金的情况之下 股价不容易继续大涨 那要能够大涨一定要靠过去三年来的外资 新台币今天开盘大扁1.14角 连带台股传产 金融电子股全面走低 指数下跌94.84点 收在9658.61点 呈现股汇双杀局面 谢金合指出新台币汇率还有外资 影响台股能否脱离盘整 他并点名财政部长许于哲 说五月税改就是能否留住大户的重要关键 大户当然这段时间有回来 但回来现在要看政府后面的税改 有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些回流的资金 能够长期留住在台湾 我觉得这是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我想鼓励课税一定会调整 刚才所讲的 因为两岁合一制度的调整 包括内资外资的 因为这个牵扯到鼓励的 因为其实这次税改 鼓励是一个很重点 财政部长许玉哲表示 五月税改将会讨论 内外资鼓励所得等多个面向 希望税制改革能获得大众认同 他并表示大户回流 他乐观其成 相关税制雏形将会在四月中旬后 有所明朗 新南京湖州汉市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